大家好,我是居然森 現在人在桃園台本 桃園台本 今天是要來看車的 鑑魚 他門口呆在 他在 Honda汽車旁邊 旁邊都有停車場 所以其實蠻方便的 就加熱服過來就到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既然一樣幫你來車子 車子在那邊都可以拍 好好好 擋病的點點 新車在那邊 新的XADV 然後旁邊那台有 其他客人在看的是 FORTA 750 跟之前一樣就是有配 鋼絲框 然後這兩台的車架 其實是一樣 車架引擎都是一樣 但是因為設定有不同的關係 所以車架會有一些 價格上的差異跟外觀的差異 他現在目前沒有電 拍螢幕的話 可能要隔離 它是一樣嗎 那個TFT的螢幕是一樣的 對 其實是一樣 這台是可調風鏡 那一台是沒辦法的 當然是沒有辦法 用... 就是換長或換短 對 它其實是 以前叫Integra的 所以說這個時候 Integra也不能調 那像它這台的話 調整風鏡是怎樣調整 它這邊有一個 卡榫 對 卡榫 你把它撥開之後 它這個可以往後拉 它你往後拉之後 它這個可以做的 哦 但是有些人他會習慣 就是沒有到底 因為它你到底... 它有很多段 對 它有大概... 應該有段 哦 那這樣很方便 可是有些人會到一半的時候 有沒有 還沒有... 沒有... 它這個帶來縮起來 它會... 它其實... 還是會滑下去 因為它有時候 這樣子的話 它裡面的牙齒就會瘦 稍微定位之後 稍微晃一下之後 讓它這個牙齒 那像它這一次 跟舊款的 會有哪些差異 除了外觀上面 如果你在講結構的部分的話 手煞車... 哦 它移到上面了嗎 對 它移到右手邊這邊 今天要... 我們本來就是按鈕式的 它一鍵就直接寫 一鍵是要按 然後轉 按了之後轉 它才可以發動 對 然後這兩顆鍵的話 分別就是... 左邊是加油 然後右邊的話是後座 後車廂 那後車廂裡面 還有一個Type-C的... 通電的 這兩台的後車廂空間 是一樣大的嗎 對 可以看 它這邊一樣是有壓感 大小的話 就是比以往的還要再更快 那以前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放... 比方說R-Li的XL 比較進不去 對 它如果再弄了藍牙就卡住了 那它現在的話 它基本上這麼胖 大帽體是沒問題的 這兩台的話 都是有可以安裝三箱的嗎 以目前現行的配置來講的話 是Forza 75的 XAD就是以單箱為主 它就以單箱為主 那它的話也有配它的車色的三箱 那也算原廠的精品嗎 對 兩台車的差異其實它有座高 以往的ABB它是82公分跟79公分 LD版跟Standard 以前是兩個... 這一次就只有一個版 以前這個座高是810 82 更高了一點 這個是79 Forza這個79 對 所以如果要選擇比較低點的車型的話 它座高地點就選擇Forza 真的覺得這台很棒 我有一點... 我是不是太早買車了 去年年底剛換X-May 之前是騎X-May 然後X-May因為我騎的量很大 我不到兩年就騎快5萬 然後車開始有點出狀況 我想說我可能要買一台交替的行 然後買完之後沒多久 Forza 750消息就出來 不過有些是X-May中午價還不錯 對 以前不會覺得這種車很棒 因為特別是X-CDV 騎過大行之後你就發現 這種車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不管是X-May啊 或是一些代言 或者是國產X-CD300 他們這樣的客群他們就會往上升級 可是他們升級他們還是不想搭檔 重點不是不想搭檔 重點是不想背包包 其實會想要選 主要還是會考慮到後座的感受啦 再怎麼講 擋車畢竟就是一個人的樂趣啦 兩個人要擋車的話 我主要都是長途旅行為主的話 可能就不是那麼舒適啦 所以像它這種離合器 如果在保養的話 是有哪些耗材的功法 耗材的話基本上來講 然後我們一般的機油濾芯會有一顆 那還有另外一顆是紫綠芯 就是所謂的變速箱 因為它其實沒有兩種油 一般汽車我們有變速箱 跟紙而已喔 對 它沒有 它就是一個機油 它這個機油除了引擎的 本身自用的機油之外 它還有變速箱都有 它是一騎的 他們有其他耗材嗎 就是變速箱的話 基本上沒有 那保養上好像也沒有太多的問題 它其實就是 比起一般的檔車多了一顆 濾芯而已 就這樣 那鏈條的問題就是 一般我們講的 這種傳統式的鏈條 它就是時間到了 我真的變形了 我什麼樣才行 如果有皮帶可能一段時間會均裂 它兩萬就要換一條 我們沒有這個 馬上必須要更換 除非就是你不放的 不確實 或者是你跑海邊 然後會拉神袖 死木都不理它 那到最後就提早收命 這兩台的動力模式 是都一樣的嗎 它等於按了一下 就是直接開機 它就會開機 偵測到它的亮度 那有時候你按著它 亮度會 它跟手機的螢幕 是可以自動調整亮度 那如果太陽大的時候 它就會變 它會變得比較亮 側助一樣 側助是可以發的 側助是可以發的 對 N檔就對了 你提車如果你有檔位的話 你停車 你踢側助 它會熄火之後 就跳回空檔 它不能入檔熄火 所以才會配手檔 對 手下車的話 在螢幕上也會有一個 嗯 有看到了 對 右邊這個就是環境的溫度 下面這些是 比以往還要更精細 那像你看這個是Standard 這種標準的模式 它可以做模式的 它是模式切換之後 這是雨天模式 使用者模式 Port 運動模式 對 所以在不同的上面 它可以看到 P就是它的引擎 那我們EB就講引擎煞車 然後T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循跡 對 所以你不同的版本 它這些會有所差異 手上換檔的話 我們一般拿在 發動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D檔鍵 就像我們汽車的D 所以你要先按一下這個 AT跟MT的切換鍵 看你要選擇哪一個模式 對 那它入檔之後 它這個D 它入檔之後有一個D檔 就不見了 你就換左手邊 嗯 你食指是升檔 你食指是降檔 食指降檔 就只要按就好 對 你加的話 當然它速度要到 如果你說你一檔的時候 你去加它 它不會讓你升檔 它一樣會幫你鎖住 對 你轉輸了一定之後 你加它才會升檔 退檔的時候 它也不能連退三檔 跟檔車不一樣 判斷出來 如果你上來去之後 可能會超轉或是不穩定 它還是會幫你鎖住 所以它還是有安全的機制在裡面 對 它還是有安全的機制 嗯 這是置物空間嘛 對 所以它置物空間就只有左半邊這邊 對 然後還有後側巷 然後就後側巷 那ADV也是一樣 欸 真的比想像中的還要低喔 我剛才還沒來之前 我想說會不會很高 因為我以前跨舊版的XAD 就說喔 這個高度應該一輩子沒有機會 可是因為 它這邊收的比較窄 然後因為XMAY這邊很寬 所以我等於要坐到很前面 我才可以等紅燈 可是 這台不會耶 坐高 我覺得很棒 其實還有一個差異是 它剛剛沒有講到前X的常速形成 它其實就跟我們的XADVLD般的懸吊場面 嗯嗯嗯 所以說它前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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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呵呵呵呵 就是兩者之間 這個 這真的很舒服耶 坐墊形式 我發現其實是滿有的 中間這一塊 跟它那一塊 它那塊是插在哪邊 支撐性嗎 應該是插在它的車種 車種設計不一樣 那就是比較適合它 先適合它設計 那它的話就比較偏軟 好軟喔 很好做 真的很好做 好軟喔 好軟喔 廉價 覺得不要 有啊 是還可以 可是就真的比較緊繃一點 你不要坐在那坐前面 但是你會怕你腳 對 攪腳的話 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還可以騎 但是真的750會比較安心一點 重量的話 兩台是一樣的嗎? 其實重量都差一點不大 差不多齁 你們現在是預購階段 那大概何時會交車下來 第二季 第二季 四月開始 四五六 你們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是蘇伊的阿魯以前會過 我就想過這個原因 但後來我就問 其實在日本那邊 你只要把台灣這邊的數據 驗車數據或是車子的數據傳到日本 他們其實可以做修正 對應台灣的法國是特異 他們的阿魯版188億 為什麼他們的就沒有降 他們也不用封印馬力 但是這個東西你要修正 大概要花四五百萬的成本 車廠不願意花這個成本 就沒辦法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講回來了 這車一年賣幾台 對啊 就是有沒有賺錢的問題啊 所以說我水柔他為什麼都能過 因為他一定有得賺 你公司都不能賣 他有得賺 他價錢太高 就是要找我賣 而且他是一台一台驗 不是像你們 還有很多手續要跑 我希望我們合格陣要攤底層 這車一年賣 賣幾台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 對啊 我一張合格陣195球台 我搞不好這車型隨便都兩三張 嗯 這個一張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賣到那個 他們也不讓我們做什麼 少量認證 50台 不要 100台 不要 就沒辦法玩 那他素格拉本身配的輪胎 就會比較偏街道使用 對 沒有 我看到他是配鋼絲胎 那他這鋼絲又是不內胎式的鋼絲 也有些人會考慮說如果他有內胎 可能有些人就不會去想這個設定 所以可能他都市通勤外重丁的話 還要考慮到內胎的問題 那這個車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他比實際上一般的鋼絲圈 所以還是會比較重一點 真正的鋼絲胎 他其實還是比較寫 他會有那麼親密的勾病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欸 這兩台他們尺寸是一樣的嗎 17、15 然後前胎關是120 後胎關是160 就是兩種客群 有的鋼絲圈 用途 就是討林道或討司馬鋼絲 OK 不要講討司馬鋼絲 光是台灣的鋼絲圈 就每天在 就有個爛的 每天都很浮誤 它一直很重車就不太適合去撩河 現在也沒地方給你消沛了啦 北宜泉巨艦 那你今年過年就知道了 我們搭那個國五塞本來以前還可以開北宜 現在北宜也不用開了 40跟國道5號一樣塞 不是啊 你40已經有開30起了 對啊 搭 30起了 全都我們都 我們現在都100過 腳踏車都比較快 彎道早說都7、80 腳踏車都比較快 現在現在 腳踏車都比較快 腳踏車被排到有 啊沒有 我們去買那個阿爾電動車 阿爾電動車 電動車 聊我 他沒有車 不然ETC也裝一裝好了啦 ETC也裝 那你國道有什麼限速 國道如果限速110 你看到會 哇 這種東西就 誤解啦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你今天走路跌倒 那大家都不要走路 那我現在在桃園台本 他其實是 一樓就是車子的展示風景 然後他這邊也是有 物品 假如說是來保養的話 這裡是有休息區的 基本上台本的公司車 這邊都有做展示 排隊有排很久的 60R 街車版 跟跑車版都有 Rambo 500 跟Rambo 1100 這應該是500的版本 500的版本 這個就是信仰了 還有500啊 新的小猴子 然後還有 Supercar 這也是信仰 超級貴的景觀 Supercar在台灣賣得好嗎 普通 普通 全世界賣最多的摩托車 這個喔 這台要等欸 等很久 下次可不可以買這種 下次不是買那種的嗎 下次買那種的 下次買那種的 那種 人家都要那個 就只有你要那個 下次可不可以買點這種 或那種 那種 不要再買這種 好 我們要離開台本了 不能偶爾都買那種 哪有一樣不一樣 他可以打檔啊 那因為你買金啊 也不要再買金 他可以打檔啊 好啦 我們離開喔 今天去來看新車的 信仰之意真香 那今天的飛飛就這樣 掰掰